好的 早安 一早先为你插播一则国际的最新消息 日本政府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召开相关部会的首长会议 首相岸田文雄等官员针对了关于东京电力公司 将福岛第一核电站基存的核废水处理稀释后 排入大海的一个计划 他们现在决定在8月24号就会开始实施 那么日本政府他声称辞觉符合国际原子能总数的报告 也符合国际的安全标准 不过其实在日本政府他们决定这个决议之前 这已经遭到了北京政府还有日韩两国人民他们的不满 那接着再看到另一则国际消息 瓜地马拉在20号举行了第二轮的总统决限 决选是主打反贪腐的前总统之子阿雷瓦洛 他是以58%的得票率 当时就击败了前第一夫人托瑞斯 预计在明年1月就会就职 那么在对外关系上 阿雷瓦诺他是主张要和大陆来深化发展关系 不过同一个时间也会和我国来维持盟交 因此瓜地马拉在未来会不会以一中原则选择和我国断交 未来的动向也是格外的引人瞩目 而且其实就在美中议会的成员国当中 目前就只剩瓜地马拉是承认中华民国 其他例如萨尔瓦多 宏都拉斯等都已经设和中华民国断交 而针对中美州议会在当地时间8月21号上午所提出的排我那中案里面 但是这个会议都还没有开始 我国都还没有等到会议开始 外交部今天就表示我国的政府是表达严正抗议 而且为了要维护国家的主权以及尊严 决定要今日起即日起是正式的退出中美洲的议会 那么两岸现在在中南美洲的外交角力几乎是白热化 而在美中关系上 北京政府也是持续的扩大金砖机制的体量还有影响力 寻求希望可以汇集更多的国家成为金砖国家 就是希望可以抗衡以美国为首的G7 与其是互别苗头 那么看到有巴西 俄罗斯 印度和大陆 南非所组的金砖五国峰会 今天22号到24号是在南非的约翰尼斯堡来举行 那么会议内容将会聚焦成员国的贸易 以及组织扩容等问题 那么今年一共是有多达40个国家是有意愿加入 其中有23国已经提交申请 当中就包括了伊朗 沙奥地 阿拉伯 那么预计印尼可能就会成为新的成员国 那么接着呢 看到根据路透的消息 目前呢 画面中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已经在今天凌晨的时候是抵达南非 那么这也是习近平他今年内的第二次出访 旨在呢 是想要在世界上是发出一个讯号 表示呢 大陆现在已经是从回国际的舞台这个讯息 那么其实呢 之前就已经曾经传出 美国总统拜登他计划要访问非洲 而习近平呢 他这一次的出访时间 也正好是赶在拜登之前 另外呢 这一次的会议上也将讨论 是不是要共创共同的货币 以及俄乌战争的问题 但是呢 因为俄罗斯他们是金砖国家的成员国 五国之中的一国 因此呢 这个议题也是格外的敏感 那么谈到俄乌战火呢 目前冲突是持续的加剧 俄罗斯的拥兵组织瓦格纳集团首脑普利哥金 他在6月的时候 当时呢 他就发动兵变 不过呢 实力之后他的行踪还有状态 就一直是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么在睽違两个月之后呢 普利哥金他终于呢 是发布了将近两个月来的首部影片的一个谈话 而且呢 这个拍摄地点疑似呢 他人现在是位在非洲 那可以看到呢 根据路透提供的影片普利哥金 他当时呢 是穿着迷彩服站在沙漠里面手持步枪 远处呢 还可以看到其他的武装人员 还有一辆皮卡车 那么影片中呢 普利哥金他就表示 瓦格纳集团将会继续的招募战事 将会完成既定的任务 而且呢 在影片里面 当时他还附上了一个电话号码 提供呢 想要加入组织的人是可以拨打 那么其实呢 为了要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 邻国的波兰也是致力于协助乌克兰 美国呢 今天就批准了 要向波兰出售96架的AH-641的 阿帕契攻击直升机以及相关设备 而且呢 这个总价值是高达120亿美元 120亿美元 那么其实呢 在援助乌克兰方面 路透发新社 纽约时报 他们就做了一个整理 从去年2月以来呢 拜登政府已经送交价值430亿美元 大约是台币1.4亿的安全援助 上个礼拜呢 拜登政府更请求美国国会 希望他们可以加码130亿美元的金额 大约是台币4190亿元 希望呢 就是可以继续来援助乌克兰 不过呢 其实美国两党对于云雾方面 都是有两派声音 共和党的人认为 拜登不应该要继续对乌克兰寄出一个空白支票 而目前呢 在看到除了是外交方面呢 在美国的内政方面 夏威夷日前是爆发百年来最严重的一个野火灾情 那么可以看到呢 拜登夫妇他们时隔两个礼拜 终于是抵达当地来视察 那么这个野火呢 目前已知呢 是造成超过百人丧生 还有850人是依旧失联 那么CNN报道指出 有民众呢 他们非常不满 竟然呢 是对着拜登比出一个不雅手势 详细的情况我们连线国际中心记者韩君磊 是的 主播 美国总统拜登在夏威夷毛衣岛发生百年来最惨重野火灾情后 在台湾时间今天抵达拉海纳小镇 这座百年古城已经完全复之一具 而拜登夫妇抵达的时间 其实距离火灾已经是相隔两周 他靠近一辆已经被烧成废铁 只剩下骨架的汽车 不过目前唯一能做的 似乎就是安抚当地民众 而拜登夫妇也搭乘了直升机 从空中了解灾情 根据目前官方统计资料 毛衣岛大火已经造成114人罹难 目前还有850人处于失联状态 而拜登在对灾民演说中 保证会重建岛上一切 根据CNN报道 拜登夫妇在抵达夏威夷 准备前往拉海纳小镇时 当地有民众举着大自爆抗议 甚至直接对他比出不雅手势 CNN指出 这是因为拜登在夏威夷灾情爆发时 人还在太耗湖度假 对于拜登已四世对百年来 最严重野火态度冷漠 以行动宣泄情绪 以上是最新情况 将还给棚内主播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友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道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